弟兄姐妹,早上平安 今天我们一起来查考耶利米苏第26章 最后的通牒 你有没有过和孩子下过最后通牒的经历 你会说,我数到三 你就必须马上停止哭闹哦 或者,我数到三 马上把功课做好来,才可以出去玩 我数到三,你要把手机给关了 不然的话,我就要审罚你了 然后你就会数 一,二,三 三之后,如果他们不听你的话 你就要开始去施行你所下达的举例或者是审罚 记得我孩子还很小的时候 我还用过 一,二,二点五 二点六 二点九五 二点九九九 我的孩子还会说 做么从二点六就会跳到二点九九九呢 还有二点七,二点八呢 当然,做父母的 我们都很想延长他们的宽容 可是,做孩子的 却常常很想到最后一分钟 他们让你非常生气的时候 他们才快快地在喊三之前 去做你吩咐他们做的事 我想 神就好像一位严厉的父亲 在耶利米第26章的时候 下他最后的通牒给以色列人 希望他们在二点九九九之后 他们可以悔改 他又像一位慈善的母亲 不断地拆派不同的先知到百姓的面前 警告他们 不要再试探他的宽容 要快快地回转 耶利米书第26章 当时 耶利米在耶雅晋王登基的时候 说一言 耶雅晋是一个悖逆的王 他不但不听从先知的话 他甚至杀害了神所拆来的先知 虽然如此 耶利米还是不惧害怕 忠心传讲神的话语 我们来看 耶利米书第26章1到6节 先知传讲神的话语 第二和第三节 耶和华如此说 你站在耶和华殿的宴内 对犹大众诚意的人 就是到耶和华殿来礼拜的 说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 一字不可三减 或者他们可听从 个人回头离开恶道 使我后悔不将我所 不将我因他们所行的恶 想要施行的灾祸 降于他们 先知告诉百姓说 如果他们听从神的话 神就不降灾 如果他们不听从的话 神就必使这圣殿 如是罗 业柜和百姓都会被掳 耶路撒冷就成为 地上万国所咒诅的城 先知把整个耶路撒冷的命运 都叫附在这些的百姓手中 他希望君王和百姓听见 神的话有悔改的行动 以耶亚敬王为首 如果这个做王的 他肯听从 他必须带领百姓 离弃偶像的崇拜 转离恶行 悔改归向神 神就会死灾后除去 神很严厉地吩咐耶利敏 要他按神所吩咐的一切话 一字不可删减 你知道吗 一字不可删减 会带来怎么大的 这样的一个咒诅呢 如果成为神的发言人 我们删减了神的话 我们会像取士录 第二十二章十九节 这书上的一言 若有人删去什么 神必从这书上 所写的生命述和圣诚 删去他的份 成为神的发言人 我们必须非常忠实地 按着神所吩咐的一切话 一字不漏 不可删减的传讲 免得神 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 使我们从生命术和圣诚 删去了我们的福分 谁喜欢传讲 神降灾和受审的信息 我们都不喜欢 成为一个牧师 如果我的讲台 每一次都在传讲 神要审罚我们 有祸来临了 百姓会灭亡 这个国家会被咒诅 我们的城镇 城门都会被毁 夜归会被神遗弃 而夜归也会被遭受 毒害 这样的信息 一定吃力不讨好 也不会有人喜欢听 谁喜欢听 你喜欢听吗 你喜欢每一次 你来教会的时候 你都听见 神咒诅我们 神会咒诅我们 因为我们的罪 你都会听见 这些可怕的消息 但是我们的耳朵都发沉 我们喜欢听 平平安安 喜欢听 听神祝福我们的信息 今天这世代 充足着很多廉价的恩典神学 我们不需要再悔改 因为耶稣已经 一次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担当了 这种一次性的恩典 在神学的里面 他就是删减了 神的全辈福音 神的话语 不可从单方面来解说 要全辈的来看 神他是公义的 他也是连命的 他有恩典 但在他也有审判 因为我们的神 是祭邪的 是烈火 他要我们常常 能够自审自己 认罪悔改 到神的面前 可是 人常常想赢得别人的喜好 却往往失去了 神的许愿 记得 在使徒行传 彼得和耶翰 在传福音的时候 他们冒着被抓的危险 仍然对长光说 使徒行传第四章 十九二十节 彼得耶翰说 听从你们 不听从神 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 你们自己着亮吧 我们所看见 所听见的 不能不说 听从你们 不听从神 在神的面前 是不合理的 我们必须着亮 我们必须要谨慎 我们也必须要把 所看见 所听见的 说出来 而且不能不说 当耶利米面对 政治权威的压力 黄和领袖百姓们 只喜欢听吉言 一切都美好 神会祝福 没有灾难 但是耶利米却要遵行 一致都不可删减的忠诚 去传讲神最后的通牒 他要把所看见的 所听见的 完完全全的 按着神的心意 说出来 他深知他如此行 他一定会面对死亡 但是他却把他的命 交在神的手中 我们传讲福音 绝对不能够按着 人的意思去传 也不能够体贴肉体 因为我们如果体贴肉体 按人意而行 我们就是假先知 和假教师 我们的绝集就是死亡 在这末世的末世的里面 我们知道会有很多的假先知 和假教师会兴起 是是而非的教导和真理 使很多人被迷惑 而且跌倒 彼得后书 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从前在百姓中 有假先知 将来在你们中间 也必有假师父 师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 连买他们的主 他们也不承认 自取素素的灭亡 将有许多人 随从他们 谐淫的行为 便叫真道 因他们的缘故被毁灭 他们应有贪心 要用捏招的眼影 在你们身上取利 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 并不延迟 他们的灭亡 也必速速来到 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 假先知和假教师 他们的绝迹是灭亡 而且 如果我们今天 传讲耶稣白白救赎的恩典 我们更要传讲 我们的神的圣洁 他对罪的公益和审判 我们不能只够传 不能够只传天国的美好 而不传地义的真实 和将来的省罚 基督教的信仰是全备的 有苦难才有荣耀 有谦卑才有提升 有顺服才有蒙福 有死亡才有复活 神的话 一字也不可三减 记得吗 在伊甸眼里 魔鬼和夏娃的对话 魔鬼改变了神的洁命 诱惑了夏娃说 创世纪第三章 第一节到第二节 耶和华神所造的 唯有蛇比田间一切的果物更狡猾 蛇对女人说 神启示真说 不许你们吃盐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女人对蛇说 树上 盐中树上的果子 我们可以吃 唯有盐当中那颗树上的果子 神曾说 你们不可吃 也不可摸 免得你们死 神对女人说 你们不一定死 因为神知道 你们吃的这只眼睛就明亮了 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看见吗 魔鬼怎么样 删减了神的话 怎样扭取了神的话 夏娃加添了神所说的解命 神对女人说 神启示真说吗 神明明吩咐 不可吃 是非常真实的说了 他这样的把怀疑放在女人的心中 对他说 启示真说 而女人 回答蛇说 神曾说 你们不可吃 也不可摸 神没有说 不可摸 神只有一句话 不可吃 灵修和敬拜的当中 更多的开取我们 更多的使我们 能够明白神的话语 更多的敬畏神 做到我们 一字也不 三简 神的话语 忠实的传讲 忠实的顺服 第二 先知和祭司的回应 第二十六章 七到十五节 在第八节和第九节的里面 我们看到这样的经文说 耶利米说完了 耶和华所吩咐他对众人说的一切话 祭司 先知 与众民都来抓住他 说 你必要使 你为何托耶和华的名一言 说这殿必如四罗 这殿必 变为荒场 无人居住呢 于是 众民都在耶和华的殿中 聚集到耶利米那里 当时圣殿 充满了先知 祭司和众民 他们都认定 耶利米是假先知 卢大的首领 就从皇宫里面赶过来 那时 宗教的代表和百姓 同在一处 耶利米就说 耶和华猜浅我一眼 攻击这殿和这城 说你们所听见的一切话 现在要改正你们的行为 行动作为 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 他就必后悔 不将所说的灾祸 降于你们 质疑我 我在你们手中 你们眼看何为善 何为正 就这样待我吧 你知道耶利米 他把他的生命 豁出去了吗 你看见 他知道他虽然 身陷险境 他仍然 不顾惜自己的安危 他只看中 神的话语 有没有正确的传讲 百姓们 是否能够因此悔改 而免受神的审罚和灾难 这就是一个真先知的心肠 至于我 我在你们的手中 你们看为何为善 何为圣 正 就这样待我 记得首领和众民的回应 第26章 第16节到24节 国中的长老就有几个人起来 对聚会的众民说 当犹大王西西家的侄子 有摩利杀人 尼迦对犹大众人一言说 犹大王西西家和众人 犹大众人 岂是把他致死呢 西西家岂不是敬畏耶和华 恳求他的恩吗 耶和华就后悔 不把自己所说的灾祸 降于他们 若致死这人 我们就做了大恶 自害己命 这在耶利米书第26章 17节到19节里面的经文 告诉我们 当耶利米传讲 他的一言之后 神就兴起国中的长老 引先知弥迦为例子 他们认为 耶利米不应当被处使 因为当时 先知弥迦向西西家王敬言 西西家王悔改了 他认罪悔改 神就没有把灾祸 降在犹大国 因此 他们认为 耶利米是照着神的吩咐 来把一言传讲给他们的 所以他不应当被处使 而神也使用 撒番的儿子 雅西干 起来保护耶利米 所以当时 王和百姓 不能够杀他 但是我们知道这位王 他是一个非常叛逆的王 虽然他没有杀了耶利米 圣经的另一处告诉我们 有一个名叫做乌利亚的先知 他同样奉耶和华的名 对王说审判的这样的一个一言 最后呢 他却被耶利亚 禁王追杀 甚至他逃到 IG的时候 王爷下命 差人从 把IG 从IG把他领回来 亲手杀了他 是的 作为神的先知 传讲神的话语 他们的处境 常常处在 非常危险的当中 但是 他们却誓死如归 忠实传讲 在传道的历程中 有的人被神保护 好像刚才的那位先知 米家 或者耶利米 他们都幸免已死 但是 却有些人殉道了 如乌利亚 如近代新叶的 这些的使徒们 如那个第一个 在新叶为主殉道的 Steven 史提反 历代的殉道者 包括 耶稣 神的儿子 他在殉道的当中 也难逃死亡的命运 这些殉道者 都是用生命去传讲 劝诫人回转 免得落入神的审判 不同的是 唯有神 耶稣基督 他用他自己的使 代替了我们 这有罪的生命 使我们能够免死 得永生的生命 以他的义 代替了我们的不义 使我们能够因信他 得享神 给我们的荣耀 尊贵和权柄 今天 耶利米书第26章 我们要求神 帮助我们 像耶利米一样 能够放胆 传讲神的话语 求主示给我们 听见神的意言的时候 我们能够有谦卑 为改的心 愿意顺服 愿意悔改 趁有机会的时候 快快转离恶行 我们也当效法 耶利米 这样的刚强壮胆 面对权柄 面对死亡 仍然传讲神的怀疑 一点也没有减少 愿神祝福今天早上的灵修 神祝福你